黄小仙惨叫不停,这一脚落下,他另一部分还算完好的胸骨也塌陷下去了,全面骨折。 哼! 接着,楚风又一脚扫出,将他整个人踢得横飞,这一击发出后,连他的脊椎骨都折断了,伤势极其严重。 有意思,一只黄鼠狼而已,连飞剑都放出来了,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? 楚风说道,我要杀了你。 黄小仙怒叫,坠落在地上,满嘴是血,身体静挛着,因为剧痛而导致满身冷汗。 自从他出道后,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。 在这一次天地一变还没有开始前,他就已经活过二十几载的岁月了,有了灵性,那个时候在某一偏远地区他就被尊为大仙,很多人上供。 在中医上,这种由黄鼠狼等造成的精神困扰等被称作异病。 可以说,在他还是受累时,还没有彻底进化前就以通灵拥有非凡手段,而今进化后就更加恐怖了。 不然的话,他也不会被该黄鼠狼一脉的老祖看上,立为继承人。 如今全面进化后,他的精神力暴涨,连飞剑都寄出来了,实力惊人,斩杀觉醒境界的生物跟切菜似的。 若非遇上楚风,在觉醒境界没有多少人可以制衡他。 可惜,他碰到楚风,今日注定无比凄惨。 你还嘴硬? 楚风上前,又是脊脚踏了下去,帮他进行全身骨折运动。 你,黄小仙毛了,主要是疼得身体的剧痛让他难以忍受,不由自主颤抖着,冷汗如流水般。 他虽然愤怒,但是却不敢叫板了。 即便这样,楚风依旧踏了脊脚,把他的下巴也给整骨折了。 这一刻,黄小仙剃泪长流,那种疼实在受不了。 他现在想说话都不利索了,因为下巴断了。 夜空中,繁星点点。 天台上一片寂静,人类这边都被震住了。 楚风刚才如同魔神般,迅猛出手,摧枯拉朽,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,干净利落。 没有人怀疑黄小仙的实力,连飞剑都记出来了。 雪亮见光,让人心惊肉跳,恐怖至极,除却亡疾生物外有几人可敌。 楚风以形异拳中的龙形与虎形合击,直接撕碎飞剑,震撼当场。 痛快。 欧阳青,杜怀锦都在欢呼,感同身受,像是他们自己在动手,痛打黄小仙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。 不久前,黄小仙辟逆他们,轻蔑于看不起,甚至称他们为阿猫阿狗,嚣张霸道到极点,结果现在被打残。 叶清柔也笑了,非常讨厌这个黄小仙,险些控制他的心神,现在被打成死狗一样,让他十分开心。 许多人都觉得痛快,这一战打出士气,人类这边不少人都觉得心中舒坦。 主办方有些人则在擦冷汗,身体都发颤了,他们感觉大事不妙,那可是兽王子孙被打得浑身骨折,事件太大了。 也有人觉得愤懒与憋屈,那就是徐婉仪。 早先他还在微笑,想看兽王子孙折辱楚风,甚至希望将他当众斩杀,哪里料到最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。 他脸色难看,甚至有些铁青,黄小仙落败让他很烦躁。 这时,许多人都心头震动,尤其是一些财阀高层,觉得低估了牛神王,他的强大远超出预料。 就是将洛神都心中砰砰锯跳,处风是杀苍狼王的人无疑,他完全可以确定了,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强。 他早先就有怀疑,看过那段视讯十几遍,现在更加确定了。 这片地方一阵骚动,人们都回过神来了,刚才实在被震住了,顿时议论声四起,兴奋与激动无比。 直到这时,主办方的人才慌忙冲过去,小心翼翼地为黄小仙检查身体,并且低声道歉,说各种好话。 刚才楚风如同魔神般,让主办方都没有敢乱动。 现在他们心中叫苦,对楚风怨愤,将黄小仙击成重伤,近乎废掉,让他们接下来怎么面对异类强者。 楚风你实在,有人想对楚风发火。 但是,当看到他冷冷地投来目光时,那个人顿时没声音了,十分害怕,到现在谁都能看出,楚风不是一般的人,实力恐怖。 他比早仙的身份,牛神王还要强大。 这件事没完。 黄小仙吐了一口血沫子后,恨声说道,他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。 你是想让我按照生死有命的规矩来吗? 楚风冷漠地说道,而后直接越了过去。 这是亚音速,迅猛如雷电,当他落地时,咔嚓声传出,他的双脚踏在黄小仙的双腿上,显然骨头断掉了。 啊,黄小仙凄惨大叫。 不知死活。 楚风冷声道,接着向前迈步,一脚踏在他的脸上,顿时让他牙齿断落很多颗。 不。 黄小仙惊悚,彻底恐惧,艰难地吐出这么一个字,被吓坏了。 他怕楚风一脚,将他踩死在这里。 这个人如同魔神般,让他胆寒。 主班方的人全都下毛了,但却不敢阻止,大气都不敢出,面色煞白地在一旁看着。 楚兄,可以了。 就在这时,有一人快速到了近前拦住楚风,不让他下杀手。 这是一个青年,二十三四岁的样子,身材奇长,眉目秀气,是一个很温和的青年,看着楚风。 道,我是赵羽,来自玉须公。 楚风一正,他知道这个人,玉须公中有三个年轻人被重点培养,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赵羽。 他以为会是异类中的强者过来阻挡,没有想到赵羽先过来了。 放过他吧,不然我们玉须公也难做。 赵羽说道,斯文而秀气,一般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实力很强,是玉须公的种子高手。 楚风想了想,抬起了脚,没有再踏下去。 事实上,他也没有想当众击杀黄小仙,兽王才跟人类达成共识,他如果立刻诛杀一位兽王子嗣,影响极其恶劣。 如果是在野外,楚风直接杀之。 但是,众母睽睽之下,他真要这么做的话,会引发巨大风暴。 现在黄小仙近乎半肺,浑身骨头断裂很多根,这种结果或许更好,成为反面教材,更具有威慑性。 楚风这般强势出击,对其他兽王后人起到了警告作用,人类中并不是没有高手。 到此为止吧,直到这时孔圣才开口,并走了过来。 他身材高挑,穿着人类的礼服,修长于挺拔,紫发披散,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,妖艺而俊美。 这时,许多人跟了过来,都小心陪着,因为孔圣身份太特殊,地位超然,他身后的孔雀王号称无敌。 孔哥,我,黄小仙低头,有些惧怕,同时也很憋屈,居然这么凄惨地大败,让他恨与狂。 自己实力不济,怪得了谁,走吧。 孔圣淡淡地说道,而后当先离去。 他并没有发难,出乎一些人的预料。 这让徐婉仪很失落,觉得遗憾,他很希望孔圣这等人物强势出手。 楚风亚然,他觉得这个孔圣不简单,分明对他没有什么善意,结果却能这么平静与镇定地离开。 有人抬着担架走来,将黄小仙放了上去,将他带走。 来的时候意气风发,无比自负,走的时候被人抬着,黄小仙愤恨无比,回头冷冷地看了一眼楚风。 他觉得太别屈了,毫无疑问,这一站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,他黄小仙将成为人们眼中的失败者。 无论是在人类社会,还是在异类中,他都会成为反面教材,太丢人了。 酒会散了,谁都没有心思待下去了。 很快,网络上震动,有人将这一站的视讯发了上去。 多日不现身的楚风,这段日子太沉寂了,没有他的一点消息,谁都没有想到,他一旦出现,就是石破天惊。 那个人谁,连飞剑都放出来了,好恐怖,结果却被牛神王撕裂剑体,太惊人了。 牛神王不出则已,一出现就是大波澜。 随后,有人将前因后果写出,跟这段视讯放在一起,顿时引爆网络。 早先人们只是觉得,这战斗画面惊人,毕竟出现了飞剑。 当了解到内情后,群情激动,许多人连连高呼痛快。 一头黄鼠狼,趾高气昂,在酒会上轻慢与羞辱人类,活该如此。 打得好,看得我热血沸腾,真想亲身去暴打那只黄鼻子一顿。 楚风太彪悍了,徒手硬抗飞剑,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,绝对是超级大高手。 网络上宣废,一面道地支持楚风,许多人觉得血脉愤张,恨不得亲临现场去暴打那个嚣张霸道的黄鼠狼。 楚风回来后,第一时间去见了陆通,告知详细经过。 难道他们知道是你杀了苍狼王? 老头子很冷静,无情绪波澜,不受任何影响,他在低头琢磨。 气死我了。 一间奢华开阔的房间中,黄小仙砸烂通讯器,他愤怒无比,看到了网络上的视讯与报道。 两位老者在他的房间中,正帮他揭鼓,惊艳老道,同时,他们的手掌都在发光,拥有神秘能量。 下手好重,小黄近乎废掉了,得好好养伤。 一个老者说道,这是孔圣来了,走进房间中,面孔俊美,依旧保持着平静,没有波澜,云飞与苗飞跟在他的身后。 孔哥,你怎么不出手,应该杀了他呀? 黄小仙叫道,略有不满。 云豹王的后人云飞开口,道,你和他有约在先,公平一战,众目睽睽之下,孔哥怎么出手? 我败了的时候,你们可以跟他约战啊。 黄小仙觉得委屈。 苗飞轻哼道,几位王者刚跟人类商谈好,如果因为你败了,就去报复与杀人,这影响得有多恶劣。 黄小仙低头,道,我也没有想到他竟然那么强,王者以下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,除非孔哥去杀他。 几人一起看向孔圣,想知道他如何决断。 孔圣眸子中有淡紫色光芒,他平淡地说道,找人放出消息,就说楚风便是杀苍狼王的人。 啊,是他?黄小仙,云飞,苗飞三人都大吃一惊,睁大了眸子。 就是房间中的两名老者,原本很平静,现在也都眸光大盛,露出金融。 不管是不是他,想大动干戈去杀他,总得有个理由。 孔圣平静地说道,几人恶然,而后又都佩服。 黄小仙大喜,道,孔哥思虑周密,高。 有这个理由就足够了,除去人足外,我被都会敌视他,这样去杀他的话,即便有些高调,人类也难以说出什么。 不要高调,低调去杀。 孔圣说道,而后看向房间中的两位老者,道,到时候黄老与林书亲自走上一趟吧。 好,黄云点头,早就想出手了,他跟黄小仙同出一脉,看到他被打成这个样子,早已有杀机。 另一名老者,孔林也点头,双目中紫光闪耀,体内蛰伏的恐怖气息弥漫而出,让人心悸。 黄小仙大喜过望,深知这两个老人有多么的可怕,道,好,狮子伯兔,由两位老人家出手,足以轻易将他打爆。 另一处豪宅中,穆天正在看书,是那种泛黄的古老书籍,封面上写着八级全经几个字。 如果被外人看到,一定会非常吃惊,这种古武不传之密他都能拥有,而且似乎只是当作消遣性的书籍在翻看。 在房间中还有另外一个青年,名叫穆卓。 天哥,你也太沉得住气了,今天你看到那个楚风都没有动手的意思,还跟他交谈,我都忍不住想对付他了。 风间浪口上,有必要掺和吗? 穆天头都没有抬,依旧在看书。 那什么时候动手啊?穆不能白死,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啊。 穆卓说道,你就这么着急吗? 穆天淡淡地看了他一眼,穆卓静不下心来,道,他的实力很惊人,趁早除掉比较好,再说了,天哥你明明有足够无敌的实力啊。 那你去找人放出消息,说杀苍狼王的神秘强者是楚风。 穆天放下书籍,随口说道,啊,穆卓震惊,道,真是楚风做的。 事与不是有什么关系,给一族一个出手的理由就够了。 穆天平和地说道,而后又将那本股全精拿起,略微一顿,道,况且,我感觉就是他。 晚间,楚风放下通讯器,一阵出神,刚才林诺跟他谈了很长时间。 林诺依德西这边发生的时候,第一时间跟他联系,很严肃,说这件事不算完,肯定还会有大风波。 按照他的猜测,兽王的子嗣不会善罢甘休,杀招马上就会出现。 此外,他特别提到穆天,告诉楚风一定要小心这个人,因为太厉害了,危险至极。 我想他即便不马上动手,也会陷你于险境中,比如告知外界是你杀了苍狼王,从而借刀杀人。 林诺依再三告诫,让他小心。 清晨,一则爆炸性的消息震动全网络,瞬间传播开来。 楚风就是杀苍狼王的神秘强者。 这引发巨大波澜,所有人都被惊呆了,而后沸腾。 天啊,牛神王太厉害了,竟然是他杀掉了那头恶狼。 我对他都有些崇拜了,怎么也没有想到,除了牛神王的身份,楚风还是杀苍狼王的人,激动啊。 这则消息激起惊天波澜。 各地热议,网络上沸腾,许多人都在称赞楚风,同时对他敬畏有加。 然而,这对楚风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危机。 鲁通第一时间将他喊去,神色严肃,这则消息爆发得太突然,玉须弓还没有准备好。 异类中的高手都划行了,这很棘手。 鲁通在担心。 他站起身来,一番犹豫后,果断说道,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。 什么办法? 楚风始终很镇定。 以利魄之,让你变得更强,可与兽王争锋。 鲁通说道,楚风看着他,没有说话。 送你进风扇之地。 鲁通沉声道,无比郑重。 好,楚风疼得站起,等这一天很久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